中东启示录10愚蠢的疆独分子 马姆路克王朝的苏丹几乎都是奴隶出身 他们大都复制了从奴隶到将军 然后篡位的经历 开国苏丹埃拜克也不例外 他曾是阿优布王朝的奴隶将领 女王舍着耳下架给他 使他登上了王位 厌倦女王后 埃拜克打算另取新欢 女王直接在澡堂干掉了他 不过这位传奇女王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埃拜克痴情的前妻派人将他活活打死 之后马姆路克王朝重复上演着屠杀和篡权的剧情 马姆路克王朝的早期苏丹都是屠杀奴隶 但不是所有的屠杀人进入中东后都沦为了奴隶 屠杀人在中东也建立了不少国家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塞尔柱帝国 强盛时期的塞尔柱帝国曾俘虏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控制着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 塞尔柱帝国分裂后 帝国的旁支罗姆苏丹国宣布独立 罗姆的意思是罗马的 因为罗姆苏丹国的国土是从东罗马帝国抢来的 东罗马帝国虽然以罗马帝国自居 但帝国的主体是希腊人而不是罗马人 占据了不少东罗马领土的罗姆苏丹国 客观上促进了图厥人和希腊人的融合 形成了土耳其人的主要祖先 图厥人是地地道道的黄州人 而土耳其人更像欧洲人 是因为土耳其人只拥有10%左右的图厥血统 如今很多土耳其政客以图厥人自居 支持新疆独立 妄图实现泛图厥主义的春梦 实际上新疆维吾尔人的祖先不是图厥而是回湖 回湖和图厥曾生活在同一片草原 虽然语言相近 但却相恨相杀 后突厥汉国就是被回湖与大唐一起灭掉的 罗姆苏丹国顶住了十字军的侵略 但还是被蒙古人征服 王国分裂成了12个部落政权 其中一个部落出现了一个叫奥斯曼的首领 奥斯曼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统一了各个部落 在小亚西亚半岛建立了国家 这时候奥斯曼的东部是蒙古人的伊尔汉国 南部是埃及的马布洛克王朝 军事实力都远超奥斯曼 只有西部的东罗马帝国已经没落 所以奥斯曼选择从西部进行扩张 奥斯曼帝国在摧残东罗马的同时 也开始入侵欧洲 到14世纪 奥斯曼帝国基本占领了巴尔干地区 并一举打败了救援东罗马的十万十字军 东罗马是危在单西 但就在这个时候 奥斯曼帝国后院起火 铁木尔从背后打了过来 铁木尔是一个突厥化的蒙古人 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 铁木尔在中亚也建立了自己的帝国 大明做掉北援后 铁木尔趁机吞并蒙古的海外领地 势力扩张到了奥斯曼帝国的东部 当铁木尔发现奥斯曼帝国正忙着折腾欧洲 便向他发动了进攻 铁木尔的偷袭客观上挽救了垂死的欧洲 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从欧洲撤兵来迎战铁木尔 牛人铁木尔竟然干翻了奥斯曼帝国 还俘虏了帝国的苏丹 奥斯曼土耳其几乎崩溃 但铁木尔没有顺势灭掉他 因为这一年也就是1402年 明成祖朱利发动禁难之役 夺了十字的江山 铁木尔认为明朝局势不稳 决定趁机征服更加富有的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说明朝拯救了奥斯曼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虽然虚弱的活了下来 国家却陷入了内乱 等待奥斯曼人的命运只有两种 要么是分裂甚至衰亡 要么是统一而再次崛起